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用户持续增长 截止到2020年8月 移动大盘中 美食用户的规模已经达到115亿 消失在风口 一个直播创业者的无奈自白 微信车载版 三年500亿产值 让汽车产业重新起跑 这个领域没有谁更有优势 谁能更快速地完成认知和组织结构的调整 更大胆地在软件领域 在新的电子电气架构 在新的数字化平台构建上进行探索和尝试 谁就更有机会实现超车 中学丹说道 陈少杰大简直 斗鱼将成虎牙子公司 游戏直播过往急序章 从沸沸扬扬到靴子落地 虎牙斗鱼合体这件事行业里 已经不再有人惊奇 而伴随着今日公告的释放 关于这场事先张扬的合并 一些真正值得 关注的焦点 有了答案 挑战亚马逊和阿里 谷歌宣布要把YouTube打造成购物平台 10月10日消息 谷歌要把旗下视频网站 YouTube变成一个主要的购物目的地 从而成为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的竞争对手 腾讯五年中收亡 捕获市值100亿美元虎杀 10月12日晚间突然一则新闻 在虎牙和斗鱼的公司聊天群中炸开 虎牙与斗鱼联合宣布双方已签订合并协议与计划 腾讯占股67500分号成为合并后公司的最大股东 双十一预热 今年淘宝直播将有更多明星参与 淘宝直播 MCN运营负责人李明花明 青川透露今年天猫双十一将有更多明星参与直播 来淘宝直播的明星只会比天猫618时更多 不会比天猫618时少 火锅大战悄然打响 河马注册河马火锅商标 10月12日消息 河马已注册河马火锅商标 宣布将进行一场火锅革新 火锅从餐饮迈入餐饮零售新赛道 据悉已有多家知名火锅品牌加入 专访知乎副总裁张荣乐 相信社区的力量 从十年前传统图文时代走过来的知乎 也全面拥抱视频 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 知乎就一直在探索视频业务的发展